五湖鱼 五湖鱼原来是来自非洲的外来移民 经过水产技术努力 蜕变纯经济鱼种 而人为不当掩放 威胁本土鱼类生态 究竟引进外来鱼种 是否是获 考验人类智慧与用心 欢迎您收看经典党TV 准备我们这期介绍的台湾外来种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我们台湾地地道道的鱼 叫无锅鱼 它现在是一个外来种 它本来就是外来种 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无锅鱼 你看它长的一个样子 跟其他人的台湾固有的鱼类长得都不太一样 然后但是 可它太生活化 我们每天接触 我们就会觉得习以为常认为它就应该是我们 对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补助在台湾 像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对 然后大概我们成长的从小到大都跟它在很多地方都会 有交集 对 被碰得到 然后但是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态上来谈的时候 对它开始产生一种某方面的程度的一个排气 因为这个鱼的一个在各个地方的市府存活率很高 然后会把其他的又很汗 会把其他我们像早期的那本土的那些鲫鱼 那些这些东西会在河流上或谷谷里面很难找到它们 在发现它们的踪跡 所以某方面角度上对它就应该是一种在生态上 有一种排斥的感觉 因为它们存活率很高 所以在做这外来种这个题目上 我们就把它建立一个双面的题目 爱真交加 又爱又恨的文郭鱼 所以我们这个找了两位的重要来宾来 第一位就是我们高师大的生活科技系的梁士琼 梁教授 梁老师你好 梁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述 我们今天杂志的文稿高级的 李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吴郭瑜 数词雕刻 全世界约有七百多种 1946年 由吴正辉 郭启章两人 从新加坡 将墨三笔课语种 夹带入境 运回基隆港时 仅算十三尾鱼苗 为感念两人的努力 便以两人的姓氏命名 为吴郭鱼 1966年 在日本留学生 游翔平协助下 再次引进非洲种的 尼罗口夫鱼 1968年 在水产试验所所长 郭和的研究下 将此 墨三笔课五郭鱼 与熊 尼罗五郭鱼 杂交 体型 肉质 都获得改善 成为可以大量 肆域的鱼种 五郭鱼 因此首都 一名为 福寿鱼 这篇文章 从开始采访 到最后的生产结果 上时间大得很长 我们在想到 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它这种鱼类 对我们的摄影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另外来讲 就是要在照片上的 多样性 也比较困难 所以然后 逼得我们到最后 用一张很特殊的一个 一个插画 所以这个插画上 花一支的时间 也很长 所以这个是在 我们想先跟观众朋友 做一个说明 但实际上在这个采访上 除了在这个 我们在后制编辑上的 困难度之间 在做五郭鱼上面的问题上 你觉得 你尝试在这篇文章之间 跟观众朋友讲什么 五郭鱼其实是一条 其实看起来很平凡的鱼 然后再平凡又见价 但是在我 在继续在采访这个 故事的时候 发现它背后有很多很多 比如关于台湾人 对于这条鱼的感情 还有台湾人的水产技术 在这条鱼身上 发挥了相当极致的一些 让人觉得是一个 水产技术的一个 很大的成就 可是早期我们都晓得 从我们在小时候到现在 发现的五郭鱼的长相 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中间是有 经过拿起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五郭两位先生带进来的时候 是墨山比克鱼种 然后后来其实它虽然说 吸引力很强 可是它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它是多产的 然后它就是 就是它繁殖力很强 可是你要大量的养殖的时候 繁殖力太强 有时候生出来是小鱼 你刚开始前几年 收成的话还好 到后来越养越小 那其实不符合这个 经济效益 对对 经济效益跟养殖成本 后来台湾的水产技术 就慢慢去发展 就是配种啊什么 让它到这个只能生产 所谓的全雄系 那有一些历程 比如说仙福寿鱼 然后在全雄系 五国鱼 就是水产技术上面 有一些进步 简单来讲的是 五国鱼在台湾的一个技术上面 从小小的黑黑的开始变了 变大了 性别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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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身材也变了 颜色后来也变了 有突变 所以我想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请一下那个梁老师 就是说 在什么样的技术上 可以把它的性别可以改变呢 意识上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说它这个鱼 它设法就是让它在繁殖的时候 那不要让它的染色体的部分 去做减速分裂 那不做减速分裂 它就会变成 产生一个四倍体的鱼的 这样子的一个个体 那当它做减速分裂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常 两倍体的这样子鱼的个体 然后再让这个四倍体的鱼 跟两倍体的鱼 两个彼此之间去繁殖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三倍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鱼的个体 那这样子鱼的一个个体呢 它是没有繁殖能力的 那没有繁殖能力的话 它原先应该要用在繁殖上面的能量 都会全部转移到成长上面来 那成长以后 那它就可以去改进 就是说原先这个体型太小 或者是体型越来越小这样子的一个缺点 那这个其实是在养殖上面是一个 在当时算是一个蛮新的 而且蛮先进的一个突破 全世界鱼类之营中脚步 自1945年之后开始加快 主要与人工繁殖技术之建立有关 在世界鱼捞业呈现衰退 鱼业资源有枯竭危机之际 水产养殖对于人类食物的供应 亦显其重要 全球养殖业有17%为外来种的营种养殖 在水产养殖技术的不断改良之下 出现新的优良品种 可造福人类增加粮食供应 目前全球共有85个国家 将无锅鱼作为养殖鱼种 一年约有300万吨的产量 1993年至2000年期间 台湾曾是全球无锅鱼第一大出口国 之后应生产成本与技术转移之后 被中国迎头赶上 所以在这边来讲 我们大家就开始思考说 那如果这个变成一个新的一个鱼种 是不是 似乎 吴国瑜其实它因为育种的关系 到最后即使是在学术界 我们也很难再去鉴定 就是说它究竟是属于什么样 哪一个很清楚地去鉴定说 到底它是属于哪一个鱼种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它是经由人类攜带的途径 而进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地区 那在自然的传播的状况之下 那它可能没有办法从非洲它的原产地 然后进入到台湾来 那这样子进入 经由这样子的管道而进入台湾的鱼种 那原则上我们都把它归类在所谓的外来鱼种 你刚才谈到它变大了 那颜色呢 吴国两人进来的这个鱼是颜色比较黑 然后后来它慢慢地 就是它有跟原生种在杂交的过程有突变 然后就变 我们有知道有一个红色吴国鱼 那所以这颜色的为什么 当初那个黑色的最主要就是说你 卖相不好 对对对 卖相不好 所以那用这个白色的话 可能卖相就会好一点 美玲因为在看我过程之中 不过于进入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也将近快五十年了 六十多年 所以它的一个一个演变 到现在它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早期可能是 不论是传奇也好带进来 到后来变成是我们的很重要的经济的大宗 可到现在它好像又的角色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觉得它刚进来的时候 因为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 台湾的农村社会还非常贫穷 所以它变成就是 它进来是一个变成穷人很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会很感激这条鱼 因为那时候大家吃不起鱼虾 这些高级的鱼类 那慢慢地后来经过台湾的水产技术的养殖之后 它体型由小变大 颜色由黑变红 或者变不同颜色 包括性别也完全以 重男轻女完全以雄性女为主 那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 其实做出来的这个鱼 味道就是肉质也好了 然后之后我们又帮它改了名字 比如说业者取了一个名字叫潮雕雕 这些都是进出口美国跟日本一个商业的话的名词 然后到后来甚至于定名为台湾雕 就是它强调就是吴国瑜经过品系改良是优良品系的叫台湾雕 那这个部分在2008年的时候 就是我记得出口产值就到40亿 那这个部分对于台湾的民生经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人生在荣越上面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外销的大型的一个鱼种 刚才美宁谈到在早期有个乡下的地方 只要空着池塘里面 后来就会放一些吴国瑜进去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草原本来是它补充热量蛋白质来源 但是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台湾的环境上面的一个杀手 是不是很重要的杀手 可不可以跟观众们有做个说明 我想养殖很多 就是说不同的学术的领域 有的时候在看同一个世界或者的时候 那个看法不太一样 那比如生态保育的人来看吴国瑜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够去 它对于台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 对于一般民众的动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确实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到了今天对于经济也有非常大的贡献 那但是它终究对我对台湾的生物而言 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那外来的物种引入到台湾来养殖 其实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个鱼种的话 那因为它是在一个人工的环境里面养殖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从生态保育的观点来看 就是你最好就是在人工的环境里面 一直去生存或者是生活 但是这个中间它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会发生 比如说你的养殖池 然后遭遇到洪水或者是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一个鱼的个体可能有一部分 它就会跑到外面了 那到了外面来以后 那这个部分就是看这一个鱼种 它怎么样去跟台湾的本土的生物之间 去做一个互动 那互动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结果 有些是没有影响 有些是有负面影响的 那这个往往这个问题就会随之而发生 那吴国瑜算是没影响 还是说它是或许会有点打扰到 或侵扰到我们的原来的原生种 那吴国瑜其实 吴国瑜为什么很适合养殖 当然它有它的一些背景 比如说它是一个很耐病的 它是成长很快的 然后它的 它对食物的 它是一个杂食性的鱼种 然后就是说它的 它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行为 就是说因为它是属于磁雕科 那磁雕科就是说 它的幼年的这个个体 那这个成鱼会在嘴巴里面去 让它孵化 它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 那因为它是一个杂食性的鱼种 所以到了野外的环境以后 那如果食物不够的话 那很可能它就会以台湾本土的各种不同的生物 来当作它的食物 那它什么都吃 这蛮可怕的 我知道说教授你这边的研究 对于整个外来种 对于我们原生的 或者是我们特有种的一种侵扰的部分 还分ABC级是不是 台湾现在外来的鱼种 就是所谓入侵的鱼种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有蛮多 从比较早期所谓的大度鱼 那大度鱼的话 它会跟台湾本土的青江鱼 这个彼此之间会做一个竞争 那后来有所谓的三星斗鱼 那这个会跟台湾的本土的台湾斗鱼 那这两个之间也会有一个竞争 那台湾的鱼种在这些方面都 就是说它的能力 竞争能力都不如这些外来的鱼种 现在外来鱼种入侵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那但是我们能够 使用在这上面做防治 或者是管理的资源 其实是有限的 那有限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个优先顺序 就是说哪些部分 你应该要先去处理 对 或者是说会对环境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或者是说当它还没有对环境做成比较大的冲击 刚刚进入台湾的野外环境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先对它去做一些防治 防治处理 就是说你的资源要优先放在这个上面 那比如说 所以A级的部分就是我们 我们有帮它列了一些鱼种在这个A级 比如说像泰国鲤鱼 比如说像鱼虎 或者是说皮帕鼠 对 这些就是说你可能要优先去处理这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B级的话就是说 这个鱼其实已经在台湾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 比如说像无锅鱼 比如说像大杜鱼 那你即使你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 但是得到的那个绩效可能是有限的 那我们暂时先把它放在B级 那另外还有一个C级就是说 我们现在并不是很了解 它究竟在野外是不是 不是